陆美报道年节将近大陆有播法商人组成炒猪团恶业拉抬猪架 甚至像他人饲养的猪群投放非洲猪瘟病毒借此牦曲暴力 非洲猪瘟让中国猪肉价格飙涨加上美中贸易战影响 2019年中国GDP成长率在第三季降到了6% 预测2020年还会再跌 不过面对经济持续下行 中国内部似乎已有共识 不会再实施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 因为如果持续用强刺激保增长 经济可能会出现断崖式下跌 2020年北京除了要稳就业稳金融 还有一项不得不慎房 就是要稳猪价 中国11月消费物价指数同比上涨4.5% 反映猪价暴涨超过一倍 由于中国猪肉价格在消费者物价指数的权重占比非常高 有二师兄指数的称赫 猪肉供应断崖式下跌 造成猪价暴涨对通膨压力极大 透过加息也无法改变局面 12号中共官方以竞价方式 向市场投放4万顿储备猪肉 价格只比新鲜猪肉零售价低10%到30% 远高于进口北美猪肉的豆港价格 垄断进口权的国妾 借机大发横财 随着2020及黄历过年到来 中国的猪肉供应问题 备受关注 中国是否会继续诸事不顺 如果处理不好 很可能危及中国经济持续下行之下 唯一的避震器 拖垮民生消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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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轢禄